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鸚鵡小木屋 我是Jack 我們今天這一集的影片要來帶大家了解 我們如果想要養鳥的話 應該要怎麼去選擇鸚鵡 而且在養鳥之前一定要知道的五件事情喔 前一陣子我去松菸看插畫展的時候 意外的發現了一些小驚喜 在看展的過程當中 我意外的認識了一個鸚鵡的插畫家 而且聖誕節快到了 這次鸚鵡小木屋也跟他們一起合作 我們即將抽獎鸚鵡的貼紙 鸚鵡的明信片 以及鸚鵡的書籤 這些文創相關的商品給大家喔 那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台灣寵物鳥的產值非常的高 在寵物鳥的市場裡面 在台灣光鸚鵡類的產值就高達了70億元 而養鳥的人口也到了十幾萬 而高雄縣市就佔了其中的十分之一喔 而目前台灣寵物鳥的繁殖市場 從小型的食姐妹鳥、紋鳥 一直到大型的金剛鸚鵡 台灣都有做繁殖而且都有做出口 在國際上面也擁有很高的評價喔 其實養寵物鳥的人口會越來越多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會講話 再來在體型上面跟貓狗相比 他們的體型比較小 像是我們所謂的玄鳳、和尚 他們所需要的飼養空間 跟貓狗相比來說就比較小了一些 而養狗可能會需要每天帶他出去遛狗 每天帶他出去跑一跑 但是如果養鳥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嚮往在家裡面把它放出來 讓他們在外面飛一飛這種放風的活動 對貓狗來說 所謂的絕育也就是結紮 對牠們來說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以寵物鳥來講 牠們的體型比較小 就比較不會去進行絕育的這樣子的手術 講完飼養寵物鳥這麼多的優點之後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去飼養一隻寵物鳥 那應該要怎麼選擇呢 那如果開始來講寵物鳥的分類的話 第一個分支我會先把它分成 所謂的猛禽類跟一般的鳥類 所謂的猛禽類最常見的就是我們所謂的荔翅嬰 這些猛禽類雖然牠們是肉食性的動物 但是從幼鳥、雏鳥養起 牠們其實是可以跟人類建立很強的友誼關係的 雖然說牠們跟人類可以很親近 可以做寵物鳥的飼養 但是牠們的爪子仍然是非常的尖的 我們在養這些猛禽類 需要戴上很厚的手套 跟牠們互動的時候也要當心注意 而再來猛禽類跟其他的鳥類相比 其實是算比較懶惰的 牠們平常因為牠們去獵食一些動物的時候 需要耗非常強大的體力 所以當牠們抓到獵物吃完食物之後 牠們就會開始休息 這就是我們平常會觀察到 有一些猛禽類的寵物鳥 通常早上的時候都喜歡在那邊睡覺 在那邊打喝欠等等 跟其他的小型的虎皮鷹鵡、蚊鳥相比 整天活蹦亂跳的樣子 是有個非常大的反差喔 接下來我們來講另外一個分支 就是非猛禽類的一般型寵物鳥 在這其中又可以分成我們所謂的軟嘴鳥類 還有所謂的鸚鵡類 那我先從軟嘴鳥類來講 軟嘴鳥類裡面最會講話的一個代表品種 就是我們所謂的八哥 有一種外表非常可愛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的白色寵物鳥 叫做蚊鳥 也是台灣人飼養人口相當多的一個品種喔 軟嘴鳥的部分除了我們前面講到的那些鳥類之外 也有包含了我們所謂的綠袖眼、白頭翁 這些本土的野鳥也常常被當作寵物鳥的飼養 當然在早期的台灣畫眉鳥還沒有被列入保育類動物的時候 台灣的畫眉鳥也是前一個世代非常流行的寵物鳥喔 而時間如果轉回到30年前到50年前 當時的台灣賽哥這項活動也是相當流行的 雖然這個活動多多少少會涉獲了一些賭博的性質 但是以寵物鳥來講 鴿子也具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喔 好的那接下來進入重點 我們鸚鵡小木不斷不斷介紹的最多的寵物鳥 就是所謂的鸚鵡類 那鸚鵡類的部分呢 又分成所謂的小型的鸚鵡 中型的鸚鵡以及中大型的鸚鵡 那小型鸚鵡的部分 我們前面講過的鸚鵡包含有所謂的虎皮鸚鵡 玄鳳鵡 小鷹 牡丹 還有呢我們還沒有介紹到的太平洋鸚鵡 這些鸚鵡都是屬於比較小型常見的鸚鵡 而我們飼養小型的鸚鵡 牠們相對所需要的飼料量呢就比較少 牠們所需要居住的空間呢也會比較小 在飼養這些比較小型的寵物鳥 牠們的飼養難度比較低 而牠們的叫聲部分呢 跟中大型的鸚鵡相比也比較小 比較有辦法被接受 當然牠們的壽命部分呢就比較短了一些 大約會落在7年到10年左右 而中型鸚鵡的部分 包含我們現在幾乎是最流行的所謂的和尚鸚鵡 還有我們有名的馬克先生 他養了凱克鸚鵡 以及呢我們前面剛介紹完的賽內加爾鸚鵡 金太陽 月輪鸚鵡 這些啊都是屬於中型的鸚鵡 我們在選擇這些中型的鸚鵡 牠們的叫聲呢如果養過和尚鸚鵡的 你應該會知道 那叫聲其實是啊比這些小型鸚鵡來的強很多的 但是他們在模仿人類講話的能力 就比小型鸚鵡來的更強哦 甚至在凱克鸚鵡上面 我們常常就可以觀察到 牠們跟人類啊極為巧妙的互動關係 再來就進入到我們的大型鸚鵡 大型鸚鵡的部分就包含我自己養的灰鸚鵡 還有剛介紹完的小黃帽金剛鸚鵡 以及啊我們寵物鳥圖鑑的第一集 折中鸚鵡 還有呢我們用蠻大篇幅介紹的所謂的霸彈鸚鵡 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大型的寵物鳥哦 這些大型的寵物鳥他們的體格相當的強壯 在飼養上面呢他們的抵抗力也比較強 比較不容易生病 但是他們在空間的需求上面呢就會比較大 他們的叫聲啊也更加的宏亮 那飼養成本的部分整體來說就會高了很多哦 OK那我幫各位介紹完了這些 總體的寵物鳥分類之後 我們在決定想要養寵物鳥之前 需要知道什麼五件事情呢 第一個跟其他的寵物啊 最大的差別的問題就是糞便的問題 因為他們有這樣子飛翔的能力 為了減輕他們本身身體的重量呢 他們的消化啊本身就比其他的寵物來了更快 腸道的部分呢也比較短 所以跟其他的貓狗相比 他們的排泄的頻率就比較高 基本上呢每20分鐘就可能會排便一次 雖然說我們有可能會常常在網路上看到 有人訓練他們定點排便的能力 但是啊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有九成的鸚鵡 都是有可能會在家裡放風的時候大小便的 所以呢我常收到有一些新手鳥爸媽的思訊呢 他們發現啊他們家的鸚鵡會在家裡便便 他就非常非常的緊張 這個時候呢其實啊你不用太擔心 因為這都是很正常的情況 如果你決定養寵物鳥之前 這一點你也是第一個一定要先知道的哦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二個你要知道的問題就是 叫聲的問題 鳥類這種動物啊在早晨以及傍晚的時候 鳴叫都是屬於天然天性正常的行為 這種原本生存在野外的動物 他們為了啊要把他們的聲音訊號啊傳到更遠的地方 他們就會發出很強烈的鳴叫聲 而今天啊他們成為了我們的寵物鳥 所謂的人類也就是我們的四組呢 就是他們的唯一伴侶 他們為了要找我們呼喚我們就有可能會發出很大聲的鳴叫聲 所以在飼養之前你也要深思熟慮啊會不會影響到你們的鄰居 避免啊你在飼養鸚鵡之後啊打擾到別人那就不好了 或者是啦有一些鳥友 常常啊在門前啊就會被人家貼你的鳥今天很吵 這樣子的局面多少來講都是有點尷尬的哦 第三個我們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呢 就是所謂的飲食問題以及我們的飼養成本 現在啊我們都推崇啊多元化的飼養 也就是呢取代了以前啊我們只餵穀物的飲食方式 我們現在提供他們更多元更新鮮豐富的水果蔬果的飼料 就會比以前啊傳統的古物飼養方式呢成本來的高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決定養鸚鵡 他們本身啊要取得的價格啊就比其他的寵物來的高一些了 當然啦在鸚鵡的市場裡面這個價格啊是懸殊很大的 像我們前面講的小型鸚鵡啊小鷹 他們可能從幾百塊到大型的鸚鵡像金剛鸚鵡四五萬塊都有 更誇張一點我之前還看過啊有人養一些比較稀有的鸚鵡呢 他們一對可能就要四五十萬 所以呢這一點也是我們需要去知道的 那再來我們養鸚鵡他們的龍舍的部分呢也是一個成本 不論是你想要自己蓋一個很大間的龍舍給鸚鵡住 或者你想要去購買一些不鏽鋼的籠子 這些開銷你在養鳥之前啊也需要知道 最後一個最常被忽略的成本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醫療成本 因為我們都知道寵物的部分啊跟人類相比他們是沒有醫療保險的 那當然我們在養寵物照顧寵物的時候 有時候免不了就是會有一些感冒 天氣變天的時候啊開始流鼻涕 那這個時候有些鳥店啊可能就會告訴人家說 你們自己買藥回去餵鸚鵡就可以了 那其實啊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四組呢並不是獸醫師 他們沒有辦法去知道啊 鸚鵡他們本身有辦法附和的一個藥物量 再來啊這些來路不明的藥品 雖然說他們方便他們便宜 但是我們不知道鸚鵡吃下去之後 會不會對他們的生命造成危險 當鸚鵡有異狀生病的時候 要我第一時間帶去一個專業的獸醫院 這才是一個最正確的做法喔 好的那在養鳥之前啊 第四個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咬人的問題 我們養了所謂的鸚鵡所謂的寵物鳥 他們都有可能會有咬人的行為 如果你是鸚鵡小木的忠實觀眾的話 之前啊也有一部專業的影片啊 是仔細介紹鸚鵡咬人行為的這個問題 他們會咬人啊包含所謂的防衛鶴斥 以及所謂的保護行為 這些鸚鵡為了保護他們的家園 有可能在這個期間啊 其他人碰到他們的籠子碰到他們的地盤的時候 就有可能啊髒口咬人咬到流血 那再來我來講一個之前比較沒有講到的就是鸚鵡的叛逆期 其實啊鸚鵡的一生中啊會有兩次的叛逆期 第一個時期呢就是當他們的自我意識啊 剛在萌芽的階段 這個時候他們就可能變得性情比較不穩定 比較喜歡咬人 那第二個就是性成熟的階段 他們的性情也會變得比較暴躁 有可能會去攻擊世主 跟人類的青春期的叛逆行為啊是有一點類似的喔 但是總結來說啊其實他們的任何行為啊都是一種情緒的表達 我們只要細心的觀察而且謹慎的思考 就可以判斷出啊他們所想要表達的意思 那當然如果是遇到青春期啊這個時候啊 我們就可以讓他多洗澡啊去減緩啊他們這種壓抑啊暴躁的情緒 那我們在養鳥之前一定要知道的第五件事情 就是陪伴與飛屍的問題 為什麼寵物鳥需要陪伴呢 其實鳥類啊在野外他們是屬於群居性的動物 鸚鵡應該要養一隻還是要養兩隻 他們的優缺點在以前的影片也有仔細介紹過 這家型的動物他們在平常的生活啊都是需要夥伴需要伴侶的 在沒有另外一隻的情況之下 你人類就成為他們的唯一伴侶 所以你每天啊都一定要有他們可以放風讓他們出來玩的時間 甚至說陪伴他講講話這樣子都好 擁有絢麗羽毛而且具有飛翔能力的鸚鵡他們非常享受啊平時飛翔的時光 但是我們在陪伴他的過程當中也要特別注意 你在放風的時候啊門窗如果沒有關緊他們可能就啪嗒一聲然後就飛走了 關於飛翔的這個能力我們在金剛鸚鵡的影片後半段也有提到放飛的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一直以來都是鳥類愛好者啊常常看到的一個社交活動 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呢他們才有辦法達到現在這樣子的能力 那平時我們如果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啊就不要隨便的放飛 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危險的喔 羊鳥啊可以讓我們學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其中啊最重要的就是對生命負責任的態度 平時的照顧飼養對我們來說也是在訓練啊細心觀察的能力 因為他們很難用嘴巴告訴我們說他今天哪裡不舒服啊 或者是他餓了沒啊他們都是用一些行為去表達的 那這些當然就要靠我們仔細的觀察才有辦法領悟到他們想要表達的事情喔 如果你想要參加這次的抽獎的話 第一個不要忘記的就是先訂閱鸚鵡小木屋的頻道 並且呢在底下留言一日養鳥人終身負責任 我們就會抽出10個幸運的忠實觀眾 送給大家當做聖誕禮物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並且分享 還有訂閱鸚鵡小木屋的頻道 我是Jack我們下次見喔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